很心安 没错 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叫做心想事成 刚过完年要心想事成 首先把你的呼吸集中在鼻子到眉间的地方 我们深吸气 好 把手放在脸部的两侧 轻吐气 吐到胸腺的位置 要第一次吐气 嘴巴吐气 第二次吐气 吐到肚脐以下 我们来回呼吸 鼻息 嘴吐 再吐 所以中间要停一下吗 对 可以 可以来回呼吸三到五组 通常你在KTV喝酒 或者是打牌 或者是坐办公室 或者是酒坐看电视 呼吸可以抢救你的心脏 把氧气灌进去 就像刚刚医生所讲的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一招 所以第二招很简单 我们来做一个叫做心手相连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 手把他放在心的位置 很简单 也是呼吸准备好 好 把他全部的意念放在心脏的位置 后来打开 平打开 好 打开到胸的两侧 吐气 来 轻轻地带回来 吸气 这样来回做三到五组 你会发觉你的胸部的肌肉 你的蝴蝶袖 你的背部 我们把氧气给吸吐进来 非常非常的简单 新手相连 好 第三招更简单 我们叫做心心相应 它要心心相应 我们在胸前画一颗心 还把四肢手对扣 在胸前像这样子 对扣 对扣 好 大家都扣好了吗 我们可以对扣 好 把意念集中在这颗心上面 我们吸气准备 好 清吐气的时候 我们要反掌向上 有没有拉到胸部的肌肉 有没有拉到腹部的肌肉 有没有感觉 好 我们再吸气回来 把这颗心再捧回到心脏 心脏很健康 我们可以做三到五组 好 再一次 吐气反掌向上 好 反掌向上 对 没错 很轻松 医师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很硬吧 对 四季心肝操第四招 我们要收操了 很简单 今天非常简单的动作 我们把双手放在太阳穴的位置 因为很多人心脏不好 你会发觉眼压会特高 肩颈会痠痛 所以我们要动一下肩膀 斜方肌的位置 还有所谓三角肌的位置 好 我们轻轻地 好 看一下我的侧面 好 我们轻轻地下巴围抬就好了 不要折颈 好 先深吸气 再轻轻地一节一节 从颈椎慢慢地卷到胸椎 清吐气 嗯 脖子有感觉 脖子有感觉 胜展 对 因为我发觉有压迫到一点点心脏 让心脏也慢慢地动起来 我们慢慢地舒缓 尤其在你清晨的时候 很适合做这个操 或者是你要熬夜的时候 好 动动自己的颈椎 抢救自己的眼睛 让自己呢 四季心安 好 动作 好 动作